主要是講完第一類 我想基本知識應該都要有 這個東西將來跟手機 無論是跟手機 或者是說 現在還有像我現在教到VBA部分 其實也可以存取PHP的資料庫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大量資料放在網路上面的話 功能存取 大部分還是會利用像這種動態網頁技術 比較常用的像什麼PHP 或者像ASP ASP單內的其實都有 甚至像JSP 那它的觀念基本上 大致上是雷同的 那只是說有一些 就是每一家 那個公司它的技術 會因為說 可能要不要付一點費用 或者是說那個技術的新舊 會有些差別 我講過了 其實像 如果你用PHP的話 很多地方因為它這個部分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的費用問題 所以 它很多地方 都會透過一些 所謂的那個自由軟體 去完成 那自由軟體的 當然優點就是說 你幾乎沒什麼費用問題 但是它缺點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它不是 你付了費用而使用 所以 當然你也不能要求說 它全部讓你整合好 所以變成說怎樣 網站 要一個 然後呢 你要開發 如果說那種 前端的可能Juneweaver 不過Juneweaver其實也要付費的 那如果要做程式設計 可能要一個Cureus 然後還有什麼 可能 有的人會用那個 Nordpad Plus Plus 那變成說會切割 而且 其實變成 自己要花比較多時間 然後它好處當然就是 如果中小企業來說 它的成本當然會降低 可是如果你用那個像 ASP DANET的話 其實那個Visual Studio 真的是幫你整合得很好 幾乎都有了 你RUN起來 SERVER就已經好了 不用設定 它就已經有個SERVER 不是IS 早期是ASP 配合IS 它不是它先利用那個 Visual Studio裡面 內部幫你建一個 SERVER 設定都不用設定 就RUN起來了 然後 程式跟 網頁又不讓你分開來了 然後 除座環境 也 不用說設定一大堆 但是缺點就是 它什麼都要花一點費用 那你SERVER的話 你可能要 用它的IS 然後呢 資料庫可能用SQL Server 那這些其實都會有費用問題 而且 它現在 Visual Studio缺點就是從2008 可以在XP上RUN 2010以後 它就不給你用XP 2012以後呢 又不給你用WIN7了 它就是一直讓你要 強迫你要升級 而且呢 它的版本一直要更新 一直要更新 這怎麼辦 你不更新就不能用了 這很討厭啦 有時候一裝 奇怪 我的環境 WIN7喔 2013的居然不能裝 而且要裝一大堆東西 等於是幾乎被它綁住了 那當然各有優缺點 那我們這個PHP部分的話 將來如果要跟手機整合的話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 動態 網頁的概念都一樣 大概就是兩種 一個是GET 就是傳遞那個網頁參數 有沒有 GET跟POSE POSE是從後面 去做存取 所以如果說 你是用POSE傳遞的話 當然 如果一般 前端的使用者 比如說手機要連結到那個 去撈資料 你就沒辦法下參數了 除非 工程師告訴你說 怎麼去 傳遞參數 你才有辦法 那如果用GET的話 就表示open的 反正我只要知道他的ID 他的那個 名稱 傳遞名稱跟後面要傳什麼 他就會給我我應該要的東西 所以一般 開放資料 多半都會用GET 反正呢 我就給你 你自己下一個條件 自己可以抓到東西 那當然至於你要不要open 就由你自己決定 你設計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把資料 公開出來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是由你來決定 那再來就是說 多半資料 前面我們還沒講到資料庫 所以資料其實都非常少 撈一撈去好像就那麼幾頁 那今天開始 就要切入到 我們的那個資料庫 資料庫部分的話 當然資料來源你也可以從eSale轉上去 可不可以啊 資料庫 eSale其實跟資料庫 是完全match的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東西 以往如果你有學過ss 概念上差不多 可是 使用起來 還是比較麻煩 不是比較麻 是麻煩很多 為什麼 因為 SS是裝好了 然後你就直接來用了 可是mysseco 它本來是 沒有圖形化界面 以前最早是要 下指令的 比如說你今天呢 要建一個資料表 建一個資料庫 你要下一個指令 建個資料表 下個指令 建欄位 要下個指令 新增資料 那全部通通要背了 後來呢 就發展出 有一套 管理界面 但是那個管理界面 它不是 視窗版的 它是 什麼 網頁版的 應該不知道各位如果有玩過應該都知道 叫 PHP My Admin PHP My Admin 那個東西是什麼 它就是 本來你全部都要下指令才能去建立資料庫 或者是說去存取資料庫的 它用這一個 幫你做解決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 特別注意就是 其實在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個 我們的 架好那個 我們的 Servor 之後 有沒有 這邊有個 MySQL 弄起來應該沒問題 這個已經 前面都講過 那你找到了什麼 這邊有個 Admin 有沒有 實際上 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弄起來 Admin 那就是 意思說管理什麼 MySQL 這個就是我們資料庫 那這個 Apache 就是 不是直升機 是那個 不過聽說那個Apache 好像買了很多架 但是能飛的沒幾架 不過這個Apache不一樣 這個Apache比較沒這個問題 比較不會說 它反而駭客入侵的機率 聽說還比RS 還要好一些 就是比較沒有那種問題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點一下 那個 MySQL 旁邊這個 Admin 它會跳出什麼 特別是因為它跳出來呢 就會 跳到那個 我們Localhost 就是我們的那個 Apache的Servor 後面呢 因為它已經內建了一個叫做 PHP MyAdmin 所以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連結到那個 這個網站裡面 那這個網站已經 預設的每一個版本都有 所以呢它會連結進去之後 利用 利用 PHP MyAdmin 它一進去呢 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資料庫 也可以看到你資料庫裡面所有東西了 那這樣子的話不就可以任意存取 並且刪除嗎 對當然就是 所以第一步喔 那我要把它刪除 怎麼刪除 其實非常簡單啊 你就是直接在 這個裡面 這邊有個刪除 這個是刪除工作表 你可以講 按刪除 然後它問你說是不是要把整張刪除 按確定的話 按確定的話 裡面的資料表就被刪掉了 那這樣風險不是很大嗎 所以特別注意 在使用MySQL之前的第一件事情 請記住 把你的 MySQL 加上帳號密碼 那通常呢 它的管理者的帳號 通常是Root Root 密碼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 預設 我通常都是用1234 那你不要去 不過你要記得 如果你不是用1234 請記住一定要記得 不然的話 你到時候你忘了那個密碼的話 那也很抱歉 你也不要問我說 你忘了密碼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你就要怎麼樣 最簡單的方法 怎麼辦呢 對啊 砍掉重電比較快 砍掉的話也不用全部砍掉了 不過安全性這邊要允許一下 這邊要允許一下 那同學沒有允許後面就不用玩 好 那就是 如果你知道說 那個不見的話 你恐怕就是要把那個什麼 你這個資料夾 整個刪掉了 然後再重新解壓說 不過解壓 砍掉之前 你就要記得把這個 HT-DOX這裡面的東西先備份起來 再把它砍掉重新再來過 應該比較快一點 比你那個要重新找到的密碼應該快許多 所以特別是第一個 這個你可以先點進去看一下 那如何管理你的那個 MySQL的帳號 這一點非常重要 一樣 Apache Admin這邊點下去 從那個 這邊點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他一樣會開啟這個 什麼 我們SAMS 的 這個 SERVER 裡面的話各位找一下 Security 如果你英文不太好的話 那你也可以切到中文 中文的話我看一下 不過 他這個有個缺點 其實我不太喜歡切到中文 因為看到都簡體字 他沒有一個繁體版的 他只有 簡體版的 他叫安全 哪一個比較好的 而且 如果你用Chrome來看這個畫面 他會變亂碼 他在切 所以後來我乾脆 用英文算了 因為不用再 亂碼 還要再轉 乾脆用英文好了 你就記得一個 英文單字叫 Security 這邊有沒有 所以記得 我乾脆用英文好了 Security這個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這裡面的話會有一個 有關那個Security 就是我們安全性的設定 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點擊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你這邊呢 全部都是什麼 都是不安全的 都是紅字 如果你看不懂這個意思的話 不然你就再切到中文好了 你看又變這樣子 這個的話你要變成 你要把它在編碼方式 再把它改成 這個應該 Big 5好像也不行 因為他不是Big 5 所以變成你要怎麼樣 這就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簡體中文的 他就看得懂 不安全 OK應該看得懂 不過你就記得啦 反正那紅色就不對就對了 你就要把它改成不是紅色的 改成綠色的 那怎麼改 非常簡單 請記住看一下 關鍵在這裡 他的下方 就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 Logohost的Security 斜線 Sams的Security.php 然後呢 你可以設定什麼 點進去之後 這個地方的話 又是亂嘛 討厭 算英文好了 好 裡面的話 你就點進去 其實就是 Logohost 主要 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MySQL的Logoh 也就是說呢 你買Seql的管理員 管理員帳號就是Logoh ROOT 那如果你是微軟 Windows 就是Admitrator 反正Admitrator Logohost反正都是叫管理員就對了 那你就給他一個密碼 那密碼的話 基本上我用1234好了 如果你 如果不想記太多 你就不要亂打 你乾脆打跟我一樣好了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Password的Change 就把它按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它就Safe了 Safe之後你再回到Security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有沒有 變成綠色的 那基本上這個是 什麼 MySQL 跟 這個 PHGMyAdminPassword 都有了 另外 這個 Safe本身 這邊是不安全的 那如果你要 不過這個是其次啦 因為我們 今天主要是這個 如果你今天看到這個紅色 你又覺得感覺好像 不是很OK 你要乾脆一次 全部改成全部綠色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記得也是一樣 點這邊一下 那下方有沒有看到 Same的這邊 你乾脆這邊也加一個 是入冊 User是入冊 然後呢 Password 一樣是1234 然後最後怎麼樣 把它按一個下面這個按鈕 我印象中好像是這個 把它按 MagSafe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幫你Safe了 那再切回到Security看一下 有沒有 全部 通通都綠色了 這樣的話呢 你的Server 才能夠上線 你千萬不要 都沒改 就上線了 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你Open嘛 所有人 反正一登進去 一看 你都沒有改 那我就直接幫你修改好了 所以 骸客入侵 有的時候其實 大部分都 不是因為 骸客太厲害 而是因為你的管理太衝散 其實真的 其實說真的骸客 大部分都是看你的那個 就是 不太 反正你也不 不care 那我就直接就 而且其實說真的 就像說小偷 你說像偷車子 我發現 聽說最多的 其實不是說那個車 那個小偷是多麼厲害的小偷 很會開鎖 其實很會開鎖的 他基本上不太會開路邊的車子 會被開的都是那種 老舊的車子 然後只要一字起 一叉 一轉就開了 所以 通常會偷車 我發現 那個 今天有個朋友的車子 剛好被偷 然後警察說 會偷車都是那種 大部分都是 什麼 吸毒的 然後可能 缺一點小錢的 他只是想要暫 要不然就是小朋友 他只是想暫時 用壓你的車 然後騎一騎就會把你丟掉 他就隨身帶一個一直起 一叉一轉 就開了 所以基本上 他只要看到那種車子是 像現在新的摩托車 有那種 什麼磁石的吧 還是什麼的 他看到那個沒有辦法插 他就不偷了 所以 有的時候也是一樣 網路上面 他就看說哪一些比較好 侵入的 他才會侵入 OK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先第一步 先把那個你的 SAMS 把它改成 全部都是綠色的 應該看得懂吧 至於你要用中文的 還是用英文的 你自己決定 不過用中文討厭的地方就是 記得他是簡體的 所以你在 切換語氣的時候 請記住 是要用那個 就是 那個什麼 簡體的才會 是正正常的 要不然如果你看懂英文 剛才你就用英文就好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把那個密碼加上去之後 那你的 MySQL 以後點進去 他就不能夠長驅直入了 就不能一進 進去就看到他的資料 資料庫了 而是會跳出什麼 Login的畫面 也就是說 那個 你要輸入密碼才可以 密碼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先輸入1234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練習反正1234就OK了 那等一下會 再來 教各位就是說 如何利用那個證照考題裡面的那個題目 來 建 第一個 如何建立資料庫 第二個如何呢 也許當然如果你的資料不是在 就是說 怎麼樣把資料 也許Excel 也許其他格式 你要把它傳到 Serve 上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該怎麼做 那 MySQL 其實用起來 跟其他資料庫沒什麼兩樣 觀念上都一樣 差別就是說 他的管理介面 只能用 網頁 目前 我不太確定 就我所知道的 好像還沒有一個視窗的這種版本 就像SS一樣 所以他這個算是一個雲端式的管理介面 那他的缺點是什麼 我是覺得 很 速度 有的時候還會因為你的Serve回應速度 快慢 感覺上還是 沒有那麼順 沒有像SS 你一開就有了 因為視窗版 反正所有東西都在local端 他現在都在Serve 所以Serve有時候 等要等很久 這個可能要有點心理準備 那 至於 使用的難易度 我是覺得 觀念上如果你一般性使用 就用那些的話 差異性其實也不是那麼大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 SQL語法都共通的 就是說那個 你要跟資料庫溝通 不管說哪一種資料庫 反正 SQL SQL 這種東西 他一定是標準的 比如說你要 建立一個table Create table 他的語法都一樣 他要新增資料 Insert into 也都是固定的 他要這樣查詢 就是select 刪除delete 然後修改的話 就是那個什麼 就update 那都固定的語法 都相同 不要用太特殊的語法 都一樣 所以請各位 第一步 先把你的 Server 的security 安全性 全部變綠燈 好